那接下來就請這個西川美河導演 金茶 提供 謝謝專業的柯柔為我們擔任今天的考譯工作 那今天呢就是很高興西川美河導演可以來這邊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個作品呢是導演自己先寫了一本小說 然後呢再針對這個小說去改編了這樣子 請問是原本就想要就是原本這個整個小說跟電影的計畫是原本就定定好的嗎 還是寫完小說之後才有改編電影的想法 就是要做好問題 作為一個作品 設計畫的上司 我還覺得很好的圖案 nephew每個人工夫去改編 說得你的畫圖在後 片子裝作品 という経験をし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今回はちょっと順番を逆にしてみたら どんな風な映画作りができるかな というのを試してみたかったので 映画にするのを目標にしながら 最初は小説のプロセスをとっておりました 那其實我在對這部作品有靈感的時候 一開始就打算要拍成電影的 是說我前面四部片的音量 都是我自己的原創劇本 我大部分都是先寫劇本再拍電影 然後電影拍完覺得还有一些 沒有講完的部分還不過癮的部分 我再把它寫成電影小說 放進了一些篇章 只是說這次是我第五部長篇作品 我覺得我可以做一個實驗 把順序顛倒過來先寫小說 然後再把小說的內容改編 自己改編成電影劇本看看 那這個蚊子跟影像這兩個梅材 因為導演似乎都非常的熟悉 那導演會覺得說這兩個梅材 有什麼不同的意義嗎 和表現的方式有什麼不同的技術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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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初音ミク 關於男主角跟女主角是怎麼樣認識的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家庭的相處狀況是什麼狀況 在片中也沒有很明顯的描寫喔 那所以說如果大家喜歡這部電影 然後想要看到更多訊息的話 聽說是小說明年會在台灣出版是嗎 聽說是小說是在台灣出版的出版嗎 聽說是在台灣出版的出版嗎 聽說是在台灣出版的出版的出版 確實際上映画是2時間的說話 小說是描寫的但映像是不成功的 裡面的 puntos或是詳細節 包括有很多 discourage 也就是狭闵 mechanisms 我在小千雄的《写真一人称》 和這 helps zmiany》 作品的一人称で書かれたものもあるし マネージャーの岸本の一人称 それから編集者からの手紙とか 色々な書き方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ね だから登場人物がどのような角度から この出来事を眺めていたか 佐千代という人物をどのように 彼らは捉えていたかという 多角的な部分もあるので 是非とも映画に興味を持たれた方は それから出版されたら 小説を手に取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終益版は作作過程中 問世的話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因為裡面有很多篇章或是角色 是電影裡面 沒有辦法全部塞進去的 所以有很多東西 可能只有從小説裡面能夠看得到 然後還有一點 我覺得自己覺得很有趣的是 小説裡面有很多個角色 用第一人称描写的故事 因為電影裡面可能只有幸福 但是小説裡面除了幸福以外 也有下次他用第一人称 來表示他的看法 然後還有裡面折編 就是持中壮亮眼的案本 就是折編 他的第一人称 他的看法 還有主編寫給幸福的信等等 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來看他們面對就是這座事件之後 大家每一個人輕輕爽的變化 聽起來小説不僅是電影的延伸 甚至可以說是跟電影有相輔相成的左右 這樣子 那就期待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完電影非常喜歡的 可以再去找小説來看一看 そうですね 那因為有寫很多的內容 相信大家就是 看了小説之後滿足度會更加提升 那因為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呢 我想到另外一部電影是 暗恆陶子小協的0.5mm 這部電影 因為他也是導演先寫好小説 然後才拍成電影 然後也都是女性導演 然後呢 還有就是這個主題都牽涉到這個 傳統家庭價值的一個崩壞 跟一個有點像是一個新的 新拍的家庭的行程這樣子 我想知道說 導演是不是在這個世代裡面 覺得這個主題是非常重要 那是導演這樣想要跟大家 用電影的方式去表達 對於這個家庭 新的時代的家庭價值的這個 一個主題 吉倫展嘉宣 不好意思 因此我沒有看電影 要不然 要不然 這部電影 那是 你喜歡 作り手が限界を感じていて 日本でも特に都市型の生活者というのは 地域社会というものが壊れてしまって 家族だけで子供の面倒を見るとか 例えば大土であれば 由紀さんがいなくなった途端に 誰も子供たちの面倒を見るに ない手がいなくなるということで ある意味各家族が行き詰まった状態にまで 追いやられているなという気がします 那我覺得對於現存的家庭觀念 或是家庭的制度這種東西 在日本很多創作者的描写上 可能也到一個瓶頸的境界了 而且再加上日本的社会 原本就是寄存的地区性的社 社區家族 家人都住在附近 是一個很小範圍 親戚朋友之間互相照顧的一種觀念 那現在慢慢的在風解中 如果用電影中大公家 來做範例來講的話 通常可能家裡有什麼事情 遇到什麼狀況 小朋友應該可以由親戚朋友 或者是其他家人來帶 可是大公家他們當他失去太太和小朋友 是完全沒有人可以接管的狀態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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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ep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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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一种 这样的维持方式 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一种 希望能够做到的一种 希望能够做到的一种 跟家人以外 就是给我们来说是他人 的自己身边其他的人 产生一些良好的 互动关系 互相产生一些责任 或是关心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社会本身 会渐渐的有一些 更好的风气进来 因为我觉得日本的 长期看日本的 不管是影视作品 还是文学的作品 日本人在写原这些关系上面 是非常有独特的坚持 所以在这一部作品里面 两位男士 他们上期 他们的妻子一起去旅行 因为游览车发生事故 他们的妻子都一起过世了 但妻子一起过世的过程中 他们两个反而发展出一个 很微妙的彼此扶持的 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比较超越一般日本 在国写作品或是电影作品 在描写写原这关系之外的 另外一种新的激伴 新的家族的形式的产生 感谢 感谢 那謝謝 因為我自己的目標也是去做一些比較創新的作品 所以謝謝你就是你發現我就是 你覺得之前比較沒有人在提到這方面的題材 那我比較好奇的就是本木雅宏這個男主角這個角色 因為他是等於是進入了另外一個家庭 成為了有點類似替代妻子的角色這樣子 那他不僅是有點像替代他原本有點看不起 跟有點不太了解的妻子的這個角色之外 他還去照顧小孩 那他原本在這個劇情中的說明是有說到說 他好像不太想要生小孩 可是他去進入別人的家庭去照顧別人的小孩 這個轉變非常的奇妙 想知道導演是怎麼樣去塑造這樣的角色 對的確看起來很像是在大公家扮演太太的角色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本木雅宏的關係 所以讓他看起來很像是原太太的 對 感覺比較有那個女性化 就是很好奇為什麼導演會想要選本木雅宏 因為我們在看本木雅宏演戲的時候 我們不會把他聯想到他有這麼女人味的特質 可是這部片裡面他就展現出一種母性的光輝在他躲上 有那個光環的感覺嗎 就是覺得 導演為什麼可以找到本木雅宏來演這個角色 我現在認識本木雅宏之前呢 事實上我對他的形象也是非常高大的英俊 然後一個帥哥演員 但是認識他的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他的個性跟這個角色很像 是有一點女性化有一點女性化 然後他真的就是一個歐巴桑 所以說真的 本当に火事一つもしたことがなかった男が 家庭生活というものに 今も本当に日本でも火事において 男女の役割差というのが 段々なくなってはきているんだけれども 何気なくない当たり前の食事の世話とか 洗濯物そういうものを触ったりしていく中で そういう何気ない生活を支えるということが いかにある意味大変なことであり 人間が生きていく上で不可欠なことであり ど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かということを 薩夫は学んでいき 自分にとってなつこという存在が 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かということを 大切なことを 大切なことにして 大切なこと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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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きたかったところがあるんですが はい やっぱり それから 彼女の役割は にんにくだったり その家族に 自宅に practical 彼女の役割の お皿に それから かわらない 来曼谈认识说原来要照顾一个家庭 要支撑一个家庭是多么辛苦的事情 而且他藉由带着两个孩子的过程 也来认识说原来他以往的生命之中 下子是多么重要的存在 然后他看起来好像是他在照顾大公家 可是实际上他也是在体验他失落的那段过去 然后跟着这种经验来成长 丁寧地生活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で 家族が今どんな顔色をしているとか 家族は一体今誰と仲良くして 誰と仲谷を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 その気配りであるとか そういうものも養われていくのではないかな というふうにも思います 不器用な男性が少しずつ 家庭生活というものを家事を中心に 分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シナリオを書いていたわけですが 実際のおときさんは三人のお子さんのお父さんなので 本当にロンドンで生活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ね 普通のお父さん以上にも 完璧に家事をこなす人なんですよ しかし本人は3つのお父さんなので 彼女は日本家は三人のお父さんに 彼女は今から減知のお父さんに 他家事は万能的 全能的家庭主婦 だから洗濯物ものものすごくきれいと 炒めるし 炒め物ものものものすごく早くやっちゃうし 他自己在摺衣服的話就可以摺得非常的工整又漂亮 然後炒菜也非常有架式 所以在有時候在演他做架式的戲的時候呢 我身為導演我都還要制止他說 欸 現在一個人也太厲害了 我們再歐住一點 反而是笨拙的部分是比較需要引出來的 そうなんですよね パンツの畳み方なんかも非常完璧なので そんな畳み方は家事をしたことのない男子はしませんよって注意をして Hotokiさんはスタッフの独身の助監督さんに 普段どうやって畳んでるのって教えてもらいながら そんなに雑なんだ だから勉強してました 因為他摺内裤的方式真的是過於利弱 最後我就指責 就是提醒他說 就是你不要摺得這麼好 這樣不像你這個角色 文慧雅宏就說我另外一個副導 因為他這個助導他是獨居 單身獨居的一個男性這樣子 所以說那不然你示範一下我要怎麼摺內裤 然後就隨便摺給他看 蛤?你不要摺這麼隨便喔 非常有趣的一個經驗 那我覺得這兩個丈夫呢 其實在片中有一種非常微妙的誤動關係喔 然後就是一直讓人家覺得他們最後到底會不會在一起啊 有一段戲大家正面會不會覺得說他們真的要聞下去的那種感覺 然後導演是不是很克制自己不要往敵人的那個方向前進感 結果你破壞了嗎 キスシーンが キスシーンですか キスシーンはなかったですけど はい キスシーンはなかったですけど 本当にともすればそうな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と 私はハラハラしたんですが 何とか決めました 那因為本木雅宏對那個另外一個 嚴大郭洋業演員就是竹苑Pistol手槍先生 他已經就完全迷上他了 所以我常常都覺得如果沒有阻止的話 說不定就真的進上去了 但在旁邊看都很緊張 可能是導演有阻止 裡面有一部真是讓人看著會很感動 我覺得兩位男性的扶持 鼻子扶持的感情 也是蠻珍貴 也是透過這個意外才達成的一個結構 そうですね 人間同時の繋がりも 血の繋がりとか 恋愛感情というのは非常強いと思うけれども そればかりではないと私は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恋愛関係になくても 同性同性でも 深い繋がり方が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し 信頼もできる 逆に言うと 恋愛や血の繋がりというものも ある時期を超えてしまうと 本当に脆く それこそ夏子と社長のように お互いに背負け合う 冷たい関係にもなり得ますし 家族の血の繋がりとか 恋愛関係というのは いろんな映画で描かれてきましたけれども そこでない関係性の可能性というのを お互いに恋愛ができ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した な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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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原を描かける 親子寫緣或者是戀愛 所以我想說 藉由這次這個漫長的藉口 這部作品來讓大家 思考一下別的關係的可能性 這樣子沒有安排那個吻希 就可以接受了 就覺得可以理解 為什麼導演故意 不要往那個方向走的 那還有接下來就想要問 因為這個片中 其實除了兩位男性之外 那兩位小孩子 也是非常吃重的角色 而且大家有看錯電影就知道 那兩個小孩表現的不可思議 就是 怎麼可以演這麼好 就是很想知道導演 到底是有什麼秘訣 可以把他們指導成這樣 那兩個小朋友 真的就是那個樣子 真的 那時候 手を焦っていたように 我女兒就想要是 我女兒就已經 這個女兒就看著 我以 temple自己把她的 完全不可供應 可以自由 SELÍCY SEL forcing 我在這個女兒 還是 我女兒就解決了 無人之間 所以 那一個人 這個女兒都 對 Boss 不可 可以 可以 來 那像小登就是那個妹妹 她真的就是像電影裡面那樣 非常自由奔放的小朋友 然後一開始真的是讓大人都應付不來 可是我們後來就覺得沒關係 我電影裡面只要拍出這個妹妹 她自己本身具有的幽默感、堅強 還有她自由奔放的那一面 那就已經達到我們想要拍的東西了 其實比較的是狀認她 就是可能也沒有給她劇本啊 就是讓她自由的去發揮是嗎 これの監督がですね 語訳を演出する時は 必ず決してしないを渡さないとおっしゃるんですね で、撮影当日に俳優さんと相対した時に 耳元で言わ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セリフを コソコソと伝えて、そうす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たんです 那世之韻的導演在拍小朋友的戲的時候 都是從來不會給她們劇本 都知道當天到現場才跟她講今天要演什麼 然後再有多狂騙就是用悄悄話的方式跟她講 她等一下要講的台詞 那我想說我模仿師君的導演的作法 應該就可以成功地拍小朋友的戲了吧 結果完全大失敗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なんで上手くいかない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 それはやっぱりこう 子供によって特性も違うし 急に言われたセリフが 頭に入りやすいことと入りにくいこと それは当然大人の俳優だって個人差がありますから 違うんですよね 那我覺得一位每個小朋友的特質都不一樣 所以不是… 這個方式不是每個人都適用的 而且有一些台詞呢 可能她當天可以記得住 可是有一些台詞 可能你當下跟她講 她等一下不見得講得出來 那當然這一點的話 就算是大人的演員 也不見… 也就是每個人能夠達到的程度 都不一樣 那個況是小孩 あの… しかも この作品はやっぱりその母親を失った子供達で 非常に苦境に立たされている ですからあの… 突然涙が出てしまったりとか 喧嘩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り 怒りを爆発させてしまったりという 子供なりのその喜怒哀楽の強いシーンというのが やっぱりいくつかありまして それを演技の経験のない子供達に その日々に立てると言っても 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 やっぱり 那在山上的作品呢 是描写小朋友 他們失去母親之後 比較沈重的故事 所以說劇情需要有很多 可能是要生氣、發怒 或是哭泣、哭泣 甚至有些要崩潰的部分 那這些都不是順著小朋友 平常就是應該有正常的喜怒、愛樂的情緒 也有的 所以你到現場才跟她說 要哭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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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泣 やっぱり 私たち大人というのは どこか子供を新生化していて 子供が持ってくるものは 全て純粋で ファーストテイクに 素晴らしいものがあるに違いないって 信じたいんだけれども 必ずしもそうではない 彼らだって大人と同じような不安を抱えているし 今日何を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か 分からないのに現場に立たされるのは とても不安だということが 付き合っていくうちに分かっていき であればどういうストーリーにな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 大人と同じように共有し 何度でもリハーサルをして 不安を最大限に減らしてあげて 現場でもっとブラッシュアップしていくという アプロッチの方が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して 途中から演出方法を割り切りました あとは本当に不熟悉をしている 現場の他のだろう 他のことはその後に だからアプロッチの方法を 分からない なので次のあとは その後に からうちの方法を しようとして きっかりとして とてもあって やりたいと思う あなたの事を 今後に 何かに何かを それから しっかりと そこに その後に これが やはり 自分の そして 自分の やりたい Click-like 雅三圈的筋 。 何度もリハーサルを重ねたシーンもありますし 現場でそれこそ折れた方式で 一発でファーストテイクから回していくよというシーンもありました。 例えば洗濯物を畳んだりするシーンなんかは 事前にアーチャーに一月前から事情を説明して 自分の洗濯物を自分で畳めるように 在家裡練習一下,練習一下 當天,沙智雄君是一度洗濯物をたたんだことがない人 今日教えてくれる? 用意スタートをかけてみる 例如說,有一個故事在家裏練習時,徹底部並不見得感染 在家裏練習時,擇得越漂亮越好 當天到面場時,我就跟他說 幸福叔叔不會摺衣服的,你要教他 所以說讓他在那邊表演摺衣服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部電影,記得了 這個在公車上那個哥哥在公車上崩潰的那一幕 我覺得就是簡直可以得獎 你演得太好 我把小孩子有辦法演出那麼複雜的一個表情這樣子 覺得導演能夠知道出來那一幕真的非常厲害 那一幕戲我真的真的是拍到也快要活出來了 因為那一場崩潰哭出來的戲它真的也是無以名狀的情緒 沒來由的情緒那這個連大人都是很難演出來的 何度もリハーサルを繰り返しましたし どうやったら演技経験のない子供が いきなり目が覚めた途端に 数十秒以内で涙を出せ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 女監督たちとも話し合い 中には女監督はもう それこそはバスを着くした面式で どんどん追い詰めてですね 彼を メンタルを追い詰めて涙を出せるという方法も 辞さないという風な態度だった人もいました しかし Saint これを ios どのような ほしが さすぐには 現場の 芯人 大人 だって 雖然 やった いろいろ いろ いろいろ いろいろ いろし いろいろ いろいろ 我們的導演組跟演技指導也討論過很多次 後來我們助導甚至用斯巴導士的方式去逼他 逼他 把他情緒逼到哭出來 心佩は追い詰められて追い詰められて 用意スタートをかけて カットをかけるまでには泣けないのに カットがかかった瞬間に 泣けなかった自分に傷ついて涙が出てしまったり 本当に変わりそうな思いをさせたと思いますね 那真平真的是 拍的那場戲也快被逼到絕境了 那我這邊看了都很心疼 譬如說 因為我們在喊咖 我們在喊咖之前的話 就是他一定要哭出來 可是卻有出現就是喊 因為他一直哭不出來 所以我們反咖了之後他哭出來了 因為他太難過啊 剛剛竟然沒有就是在喊咖之前 人家眼淚流出來 所以反而咖了之後 他就自己忍住哭出來 所以看那個我也覺得好心疼 そういう状況だったので 私自身も子供を追い詰めていく ほとんど罪悪感とか苦しさがありましたし 非常にしんどい現場で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んな中でモトキさんが そんなの目薬入れちゃえばいいんだよ そういう冗談も飛ばしてくれて 随分現場が救われた部分も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な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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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ですね 自分の演技をする時は常にくよくよしてまして 私がOKをしても 苦行ひねってばっかりで あれがダメだった これがダメだった 俺はずっと言い訳を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私たちはここにもバサーブするんですけど もっと思ってますね でも でも 本部屋は自分の演技の時は 意見が多いですね そういった人に対しては非常に寛容ですし 子供たちに対しても 私は俳優ではないし 自分がやってみせるタイプの演技は 也不是演出家的 但那時她也覺得 這樣會發生的樣子 她自己的演出 她也幫助了 她也幫助她的演出 她就算對自己意見那麼多 她對身邊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寬容 以及大方的 有時候我在指導小朋友演技的時候 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可以 自己親自出來指導演技的導演 沒有演員的經驗 所以說當我在跟小朋友 溝通比較不順的時候 她就會自己站出來說 欸小燈我來演給你看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在對於跟小朋友的 演技的部分 她真的幫了非常大的忙 那這次施智玉和導演 還有畫一個企劃協力的 角色在這個片尾 真的上面有出現 那施智玉和導演跟導演 在這次的片子的合作關係是什麼呢 是 我現在的照片 其實我現在跟施智玉和導演 我们自己有成立一个工作室 一间电影公司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个人工作室 是在同一间大楼里面的不同层 所以我们是保持一个良好的距离 在一起一同创作 我认为10年以上的映画監督の先輩 有很多欠缺を持ち なので作品の内容を模さることながら この映画をどのくらいの規模で作っていくかとか どのようなスタッフィングにすればいいかとか どういう配給会社についてもらうのがいいかという プロデュースワーク的ところでの相談役のようなことを や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る側面が大きいですね 毕竟他在导演的人身上 他经历比我多10年以上 他の作品上是非常… 非常… 我可以去请教的前輩 所以说关于这部电影的话 不管是在剧本内容上 还是我要拍多大規模 预算規模 找什么样的演员 或是要找来自发行公司 来做宣传 在很多方面他都可以像一个监制一样 就是给我建议 ですから企画書が上がったときに 見せてご意見をいただいたり シナリオが上がったところで 一回見せて どこがつまんなかったかとか 分かりづらいところはありますか という意見をいただいて 画質修正をするというのは 他の作品で見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所以在我企画刚出来的时候 也会给他看 脚本写出来的时候 也会给他看 互相交流一些 看有没有比较不好懂 或者是一些 可以去修改的篇章 那其实我们 我跟申志玉和導演 互相的作品 都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交流 关系 那我已经问了 这么多问题了 不晓得呢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没有特别的 想要问的问题 想跟導演讨论的事情 可以先来发文 这位小姐 我给你麥克風 我想请问一下導演 就是在夏子 就是要离家前的时候 跟幸福说了一句 就有点点整理了 那跟电影的最后一幕 幸福自己的 在客厅整理的东西 那这两个情节 是不是有点连接 没错 我有这样子的镜头 过来 接下来是今天的挑文 OK 谢谢 听了那个主持人问的问题 就觉得自己很狭隘 也很偏颇 但是 但是还是想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过导演的 亲爱的医生 还有那个麥夢霜忍 我看过导演的主持人 你可以一遍 好的 谢谢 那 我在看这部作品中 我就有点想到 伴奏雙人的主持人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故事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作品 但是 她的主持人在男生身上 不知道是不是 我这个女生的关系 我就忍住 要看太太那一块 然后我觉得就是 这两个 也都让我想到 就是 在一个很不堪的 婚姻关系当中 但是那个太太就是 感觉是很有人缘 又漂亮 又有工作能力 但是却坚守在这一个 婚姻关系当中 不知道她还是有 特别对这样的体谈 有兴趣吗 还是说 其实你并没有特别 要去琢磨这一块 还是只是我自己被看了 然后另外一个位置 前面就是小朋友 看这里的 好 当然 就算你帮我问我 女性的方法 仕事ができて 容姿がきれい 確かにね 美心舞油を ラスティングしないと 客さんも入らないから 她只是说 故事里面的太太 都这么漂亮的原因 是因为 不早很漂亮的女性 来演 没有观众会来看电影 どうでしょうね そうですね どちらも賢い妻の 話でしたね 对 前作からの なんか 共通点というのは 自分自身では 分析をしないので 言われてみれば という風に 今 気づきましたね 零部片的女主人 都是非常聪明伶俐的太太 可是 我自己是 比较没有意識到 上一部片 跟这一部片的 观点 可是 因为 你这边讲的感想之后 我才想到 好像真的有一些 这样子的 观点 好 男性の方が 仕事もできて 頭も良くて優しくて っていう 夫婦像が描けると いいですね 下次 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可以写一個故事 是 夫婦里面 先生 先生的 那面 比较聰明 又帅气 又很会 很体贴善良的故事 多分 不同 入院 女性的 美人 estar不一杯 不一杯 可以 大事 都感到味噌 不一杯 不一杯 不二杯 不二杯 不一杯 不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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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自己自身が札幌のように非常に自分の中で幼稚なところを抱え続けていて 見栄っぱりで、いいかっこしいで、世間に見られている割には 自分の中身は本当に弱くておバカさんというところが多いんですね。 ただそれを女性の主人公で描くと監督自らの自己告白という風に見られちゃって 私も恥ずかしいのでそうなると。 そうすると描きたいこともちょっと描け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なので男性の主人公という仮面をかぶることで余すところなく自分の弱点を描けるんですね。 なのでどちらかというと夏子型というよりもサッチオ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私たちが本当に自分の中でとても自分の中でとても自分が多くないですね。 だから私は自分の中心というよりも、私の中心が非常に愛面子、 私たちが楽しいです。 私たちが非常に自分が散っているので、私たちが本当に自分が多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那可是這些弱點呢 如果我把它描寫在一個女性的角色之中的話 很容易變成女性導演的自我告白 那可能就是這些東西畫出來給大家看 就會變成還蠻害羞、不好意思的 所以說我反而有它轉化到一個男性的角色上 比較可以就是一絲不露的 就是把這些東西把自己的弱點全部都傾倒在這個角色上面 好 那個正品雖然已經發完了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繼續發問這個 好 麻婆 請問 導演 你好 我想問兩個關於電影的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因為電影教委有漫長的藉口 那我不太知道我理解這個藉口對不對 是幸福是非常想去在太太死後想知道太太是不是愛她 還是她想去證明她其實是愛著她太太的這件事情 以及在故事的最後幸福是不是很在 對這個藉口有沒有失望 看這個藉口對她有沒有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幸福好像在每個一個頻率在電影裡面就有一個失去的動作 無論是罵她的那個編輯部的同仁 或者是有編輯採訪的時候又失去 所以那個頻率一直 她是不是每一個頻率之後會有一點成長 或者是有些反省 那這樣安排時有什麼意味在你 謝謝 謝謝 你覺得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那我覺得你對於片名的解釋非常有趣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有趣 日本語のタイトルで長い言い訳とい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長いというのが永遠の永という字を使っておりまして 失くした妻に対するいろんな募る思いや後悔や もっとあんなことを言いたかったとか そういうありとあらゆる思いがですね きっと彼は死ぬまで続くであろうと そういう気持ちも込めて永遠の永という字を使いました ですので オラになった方の解釈でタイトルでも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本当に今おっしゃったようなご感想で私も作品を作りましたので 納得のご解釈だと思います 漫長的借口 日文片名的時候 長這個字其實我換成永久的永這個字 因為長跟永在日文裡面是同樣的發音 那為什麼要這樣改呢 其實有一個用意是因為 我覺得幸福他在夏子去世之後 他對他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想念後悔善悔恕的心情都是一生沒有辦法釋懷的 所以他可能對夏子的話在這一輩子一生都會有永久的虧欠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片名的其中一個意義 那當然剛剛這位先生對於就是片名的解釋 我覺得這個意思一定也是包含在我的電影裡面 所以我聽到你這樣講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當然片名要怎麼樣去解釋呢 也常常就是可以憑觀者自己的理解去想想 離忍了個掌歡迎 那我自己希望藉由跟大公家的相處 慢慢的成長 這也是我自己的願望 所以才會像你看到它崩潰、發怒的頻率 越來越有所改變 但在這部片中我所表現的事 人們不太簡單地成長 成長的樣子 也很想描述的事 不過在這部片中我想要表現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人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成長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去療癒心中的那個傷 所以我覺得人類其實是一種 就是你自己覺得自己已經痊癒了 已經好了 我已經可以正面地面對人生的時候 可是當你又遇到一些挫折的話 那些舊傷其實好像被挖出來的一樣 你的個性裡面比較不好的那一面 也會再重新的 你自己必須重新地面對 所以不是說那麼的樂觀一昧地覺得 我們只要就是走上正面的路 就可以像一路被療傷 人其實是不斷地在面對自己 不斷地要去突破挫折的一個過程 在叫做人生 那所以說 我們這樣看之下 可能幸福他常常會崩潰 可是事實上他自己最生氣的對象 應該是他自己 他自己最容易感覺到 他對於他自己就是學不好 就是沒有辦法前進的自己感到的無敵感 跟絕望 人類人類人類也 自分的思考描著 理想的人類人類 也不太適合 但是 不斷的地方 或弱的地方 也不斷的地方 也不斷的地方 想起這作品 讓他在後面 發生另外的時刻 能否、乾脆的地方 可以做到的地方 也不斷發生 那這個作品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應該都很難成為 自己心目中最完美 最理想的那個形象 可是每個人也都是 隨時就是 抱著自己的缺點 自己的弱點 自己的軟弱 然後每天活著 以及罪惡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 所以我拍劍也要拍這個作品 也希望鼓勵大家可以面對這樣脆弱的自己 然後跟身邊的人產生一些小小的互動關係 然後可以堅強的繼續活下去自己面對 繼續堅強的面對自己的人生 那我們差不多問最後一個問題 有小溫的那位 好 謝謝你來台灣 然後我想問就是關於配樂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聽的話就是幾乎都是選樂器 然後非常多的就是發落客風格 都有點風格的 還有有一首能像那個Ego Rapping的那個爵士風格 所以我想請問說您在選樂器的時候 是一開始就已經知道說想要選哪一種風格嗎 然後就是或是說就是全權交給配樂去決定 然後是怎麼樣去就是 您對就是選配樂的話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特別覺得喜好 會不會跟您就是平常聽音樂的人的習慣 今回私就是自私的音樂中的初めて クラシック音樂という的を取り入れてみました 這次我的作品是我第一次放曲音樂的成分進去 私個人的趣味的音樂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我自己私底下喜欢听的音乐比较算是美国的A人音乐上的蓝调或的爵士 今までの自分的作品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そちらの傾向のものが強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以往作品的话都是那种方向的音乐会比较多 今回の映画はある意味冒頭で妻が亡くなりるという展開から始ま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ある意味音楽というところの生命力、リズム感のようなものが奪われるという展開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ですからそのリズム中心の音楽ではなくて 旋律中心の音楽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して 何かクラシックベースに今回の音楽は構成していっ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風に発想しました 生命力的節奏被打断 所以我就比较不適合使用 譬如說藍料跟爵士那方面有節奏 比较有節奏感的音乐 所以我才考慮说要選用古典音乐方面 以旋律为主的痛调 最初に小説を書いた時から ストシーンは社中のリビングで妻の遺品を片付けるというシーンで終わ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こで近所の子供が弾く ピアノがうっすらと聞こえてくるという展開を 既に小説の時から書いていたんですね 私はクラシック音楽全然詳しく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の曲何がいいかというのでもiTunesでいろんな曲を聴いてまして その中でこれだと思ったのがヘンデルの調子の良い鍛冶屋という曲なんですけど 何だろうなんていう曲 1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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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中で新カリアではなくて エンニクロールの曲 よかった 片尾的曲子 你有記憶的 重点前面 好 我選出要? どんな音楽が良い? 我就想說 我就從iTunes 中心が良い一輪 すごく古典音楽 一直在 就是 一輪這樣子 然後 後來找到的曲 我找到的曲子就是 漢格人的 The Harmonious Black Suites 等一下給你們看 對 這首歌就是我歌的選 調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その曲がすごく最後の練習曲にいいと思ったので 音楽を担当してくださったプロデューサーに エンドロールだけは決まってるんだと エンドロールだけは ヘンデルのThe Harmonious Black Suites でいきたいと提案したところ じゃあヘンデルの曲で全体を 要所要所を統制していったらいいんではないか ということで さっき言ってくださった パーサカリア パーサカリアもいいと思いましたし 何曲か オンブラマーレの編で作曲です 不思議なんだけど 冬編で 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の帰りに 兄弟が クリスマスの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の中を トコトコ帰って行くときに アカリが歌ってるサンビ歌があるんですよね シュワキワセリ シュワキワセリ あの曲も ヘンデルだったんですね たまたま カビビビビビ oportun 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の中も 寝てる 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の音楽指導 ファリストで 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で 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の経験 就是主旋律都以那個人的創作為主 就是我們不同的地方 插入他不同的曲子 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導演就覺得這個很好的意思 像你剛剛講的那個曲子 他以為在電影裡面出現過 然後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在那個電影的後面 就是小兄妹兩個人 超次買完東西回去的路上 就是哥哥打電話給虎習慣的時候 然後妹妹不是在旁邊 就是自己在哼歌嗎 然後那首歌是就是 導演在現場就是教妹妹 然後請她哼的 可是事實上導演不知道那首歌是那個漢格爾的 他是後來去剪了 就是後來才發現 欸!這首剛好是漢格爾的 所以怎麼動態都連在一起 音樂部的作曲をやってくれたのは 中西俊宏さんというバイオリニスト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中西さんは日本の代表的なジャズバイオリニストなので 中西さんを中心に 原楽器のプレイヤーたちが来てくれて 色んな曲を演奏し また新しい冒頭のジャズの ヴァイオリニストの曲もそうですし 作曲して作ってくれたりで 音楽もずいぶん時間をかけて 一音一音音楽家と頭を悩ませながら作った曲があります 一音音楽シーンの曲は尤西浚博 那他其實是日本頂尖的爵士小藝琴手 所以說片子裡面所有小藝琴的部分也是由他擔任拉琴的 然後而且就是作曲編曲也都是他 然後他帶領了很多樂手就是幫我們去錄製現場演奏 所以關於音樂的部分其實我們也是一個 每一個每一個旋律去就是細心那個 是不是怎樣 編織出來的 好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到這一組 我相信大家都還有很多問題想要問導演 我自己還有很多問題想問 那就是請這個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那我要請導演跟大家大盒照片 這樣就坐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導演到這邊